你来这买的怎么吃的 吃点冰箱 吃点冰箱 我按下买的 有什么东西 我把菜两个菜干嘛 我这都没一坨 这都没一坨 我还给你看的 不知道你们 这是两块钱吗 我改成两千块钱 那当然不 我这也不说 我这都改成这个路 我去买一个 这个是啥子 我看这个是哪一块钱 我看这个是哪一块钱 不算是哪一块钱 不算是哪一块钱 你去买一半的 都是三块钱 那我这点看 是哪一块钱 不像是质量片 就没问题 我看人家都有两个 质量片是什么的 这种是 这种是 它是用一个半导体质的片 一个坯子 到底有 有好多点鸡 都要给删出来 嗯 这些人家都在鸡 买一半 都要给删到 他就会出来 他就会出来 这些是吧 这个某皮子 有点水 放到鸡 放到鸡 那边的老门 在放到鸡 那边的老门 这边的老门没 等会儿就拿这边来接 那边可以摘几桌 那边可以摘几桌 再摘几桌 你妈就摘一桌子的 哦 我得要抱着回来摘饭的话就得了 你等这儿就摘我 得洗到这儿 洗到这儿 搞得到 到这儿就洗了 到这儿就洗了 得上到这儿就洗了 得上到这儿就洗了 不过少骨了 那这儿就会一层 嗯 那你带着到这儿就没用的一层 没干过那儿就好了 我不是来说我了吗 我帮你帮你帮你洗了 洗了 洗了一下把这儿就洗了 我帮我这儿吃四元层的 我帮你帮我吃四元层的 这个黑个店 就一带洗了再倒完 哈哈 他做个链子 哈哈哈哈 好吧,罐子一样,罐子还没有走的 哇睡 这个东西是没来的 是吧 人家族的就是別人,挖一托 把门都开过 那些咸菜是这儿吧,也去转 这个面子行啊 哦 你这是开一把,怪不得 你搞的小的老小王 小王又可以了 哈哈哈哈 到那里 一会儿小五个 别弄一遍 马上去盘着到这方面 马上炸起来 5点了这个 给你点了这个 别这么欢迎 那个是坏了我的 我偏偏坏了 我吃的 我去看起来 我刚好要一个 要我一个 就是要大人 这个好似乎的 羊单的 我长得到 长得到 羊单 你弄去 你这不点一通 一边冷一边热 人这么能想一条 要是一边热一边烂 东西啊 我吃个点一个小 吃人的我猜 哪里的 放一条呢 我放一条 这样子 我放 Cric 我现在出来了 我整天了 我我搞不懂 我会把饼里接上去 我现在还多一点 我把饼里面热的 我把饼里面热的 这边已经热了 它是热眼的 这是一边的饼里面热 红里的 大一点饼里面热 买的香膏也是走西边想玩的 是吧 这个等到鸡子时吗 走 哈哈 那我站在那边 这个合适 哎呦 摸摸的脚好无限了吗 是不是 很合适吧 我吃的 他本来要搞腿 只要你一等会就等一会 是要搞腿一会 这是九四副伤 这也是叫他敲 走很快了走好个油 不然 对 这儿都不轻 挺好的 咱是 我给你什么看 这儿给你个正经历的 哈哈 这儿 你要个东西发 不得没个东西呢 哎呀 那是 那是 那是要买了五瓶号 这是被那个点完 这儿非倒一按 这是什么意思吧 我愣着看着感觉不差 是 愣着看着看着感觉不差 看着什么都不容易 这个 那本天只能下午也没得跟上去 嗯 本天要是电子上面还翻译过去 你得要按头的第二个 这电子要遍地在这 宫里不走啊 要起来 要起的许暗 这电子 这是下午 看不出来啊 以为是哪里 看不出来啊 这其实是一个温空气 但是把它当温度机来用 湿豆 湿银豆 我都把它看一看 我看它温度吃不吃得来 等一会儿才去看的 等一会儿我上前老师们在工作 就是在换经温 就是贡力可能稍微贡力 在换经温度 那它喂一天是 可能用在这儿 差不多了 嗯 在换经温度比较低的话 可能不容易吃 还不消过的 还是吃上豆啊 把这个海味不翻过来吃 嗯 不能翻太快了 这个东西 只能只为 它要换个一段时间 等这个东西冷了之后 你再抢个花 嗯 如果人家只为 摸上的大只能 它把这个东西少掉了 可能 嗯 嗯 嗯 不信 你来 不是吧 提了好 等一会儿也不带了 可不可以那个时间长了吗 用也快了 可能现在要忘了 那个时间长没有用 你看那个 看我的电用量 算时间长了 等了好长时间 嗯 嗯 嗯 我电用时间长了怎么用呢 电用也是要说明的 哎 真没得了 还在做些 说什么效果 要是不是我这个也不种什么呀 你这个菜的没法呀 我这个菜的还要有点儿翻 要是哦 但是他不说话也不知道 什么 我干嘛的 我这个软件菜的还要我 看见哈 我现在也没这样子了 一会儿我这个坏了 我看 你要等慢慢爬 啊 你要等慢慢爬 那天 我看了 我家人带回去 哈哈哈哈 那也行 我这个坏了 不是呢 我等了等了一两年 又一睡一 要睡一个不容易 等话呀 妈咪 妈咪 好 嗯 你也跟你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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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新买了这个制冷片 我也不知道 我原来这个制冷片是坏了的 还是有这个电路有其他问题 但是我测的电源电压是有的 但是就是半天它也没制冷 也没制热也没什么电流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买一个试一下 好冰啊 这边是制冷的 我看看这个看官司打到什么 什么位置啊 现在是制冷吗 现在应该是制冷的话 应该是外面是热呀 难道我们提反了 交流制冷 现在是制冷的 那就是我切反了 应该是 这个两个弄反 哦是弄反的 这个红的应该在这边 但是它印的字的讯息 跟以前的那个不一样好像 有的 在尾包子那边看是尾的 热的 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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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像OK了 好 我们再同一盒电试一下 我们还是拿一个温度计啊 测试一下这中心区域的温度 现在是17度啊 我们插件 看一下 中心区域温度越高 说明它反面那个温度就越低 这温度上升的很快啊 开始17度 现在19度了 看到没有 17度已经升到26度了啊 这已经热了 先关掉 我们关掉 因为这个要 要及时散热 不然这个制冷片容易坏啊 关掉了 那现在这个是真的已经修复了 我们就把这个装上去了啊 就是把这个全部都装上 这个已经20多度了 已经很热乎了 已经很热乎了 这个制冷片呢 它的两变都要及时的散热 发热 特别是发热这里免得及时的 把这个热量散出去 所以这里有风扇 我们为了测试 这个风扇就没有 对它进行散热 如果这个温度太高之后啊 冷热两面的这个温度 它都散不开的话 它的制冷片容易坏 现在把这个装和 好了 我们这个迷你的车载小冰箱 就已经修复完毕了啊 这个车载冰箱呢 其实它很简单 就是一个制冷片啊 一个制冷片充电之后 一边是凉的一边是热的 然后把这个电机交换 还可以一边变 冷热一边变凉 就是它的冷热啊 两面通过这个电机再转换 它也可以转换的 虽然说它又可以制冷又可以制热 但是这个制热呢 这个就是温度可能就没有那种 不凉的那种冰箱低 只能简单的做一些 比较简单的那些冷藏啊 一般的是放一些什么药品的 或者说放在车上 放些饮料冰一下 就是比较简单的制冷作用啊 提不到那么 就是说很低的温度的那种制冷 是做不到的 要用多极叠加的办法 要用多极叠加的办法 才可以做到更低的温度 只能说 它的优点呢 就是比较取极 比较小巧 方便携带 因为它没有压缩机 没有那些管道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那么今天这个冰箱 吃饭是修复完毕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 希望不要有点个观众 感谢观看 拜拜